神秘植物爬伤女人身体 而女人毫无察觉 仅过了3.14秒便爬满全身 女人感觉到不对 手脚已被缠住 她大喊救命 吓得我赶紧发了狗头保护 还好只是一个噩梦 而诡异的是 梦境中的树叶竟真实存在的 她感觉花草都是脏的 赶紧洗了个105堆的热水澡 并除光了家里的草坪 女人是个重度洁癖者 儿子吃东西 不小心弄脏桌子 出门擦鞋要擦两个小时 擦玻璃一个小时 每天洗澡要洗30多遍 快递大爷来送快递 她都怕污染家里的空气 这天女人在晾窗单 忽然听见儿子的惨叫 她四步冰成两步跑回家 妈妈咪哑 儿子满嘴都是血 看到地面上的血迹 妈妈顿时火冒散张 原来儿子摔掉了门牙 刚好被快递大爷看到 进来帮忙处理伤口 可女人看到这一幕 则怪儿子弄脏地板 对于快递大爷的帮助 做出送客的知识 快递大爷跟女人道歉 尴尬的离开了 儿童节 女人把儿子装扮成阿飘的样子 可小孩在玩耍时 突然看见了四个诡异的小孩 女人见状赶紧下楼 可门外空无一人 即使追到树林里 也没找到半个人影 四周蚊虫的声音 严重的洁癖症 让她再也无法忍受 女人立马回家 实际搓洗自己的身体 就在她洗完时 发现儿子已经回来 看见孩子满身泥巴 气冲冲地把她带到浴缸 用钢丝球不停地搓洗 女人实在受不了了 说完就掐住男孩的脖子 那么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记得点赞关注 分享给有洁癖的朋友看 这个母亲太狠了 竟然切掉一根手指 给孩子换了一根热乎的雪糕 就在刚刚女孩在跳大声 却突然停了下来 她看见一辆雪糕车 馋得直咽口水 随后以800米每秒的时速 冲回了家 见母亲正在做饭 便乖巧地趴在旁边 母亲看穿了她的小心思 但并没有理会 继续切着大葱 女孩撒娇地拽了拽 母亲的围裙 无奈女人推开大葱 谁会拒绝自己的小宝贝呢 她轻轻地按下女孩的头 拿起0.02米的小菜刀 裤置一下切断女儿的头绳 点亮了小红心 满脸的溺爱 女孩吸领神灰地接过头绳 熟练地缠在母亲的手指上 从母亲的断指 不难看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母亲举起刀 面无表情地切下手指 女孩开心地拿着手指 一溜烟地跑出家门 来到车前 递上了母亲新鲜的手指 一年后 长相帅气的大爷出现 诡异的是 男人的十根手指都少了一段 你知道为什么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随后把手指放进车上的瓶子里 让人震惊的是 旁边大大小小的罐子里 都放满了白白嫩嫩的手指 女孩等待了一个小时 大爷终于把做好的雪糕 递给了小女孩 却发出了一声咆哮 吓得我赶紧发松了狗头 大爷便消失得无影不踪 小女孩终于吃到了雪糕 根本不在意是怎么做出来的 要是我可不敢吃 一个月后雪糕车又来了 这次妹妹想吃冰淇淋 还好她还有一个爸爸 却少了两根手指 画面一转 已经有许多小朋友 拿着父母的手指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而女孩的妹妹 已经吃上了两种口味的冰淇淋 那么如果你是孩子的父母 会用手指给孩子换雪糕吗 小姐姐真孝顺 夹起一块猫香 做成了有味道的三明治 趁热端给了丈夫 没想到 年轻的大爷吃得更香 还有一股鸡肉味 这一步把女人看懵了 原来大爷是个家暴男 每天都要吃200个三明治 全家的收入 仅靠小姐姐知猫仪 可没知几下 小姐姐拖着疲惫的身体 赶紧给丈夫做饭 听到丈夫无休无止的谩骂 她竟然拿起劫测铃 倒了满满一大坨 做起了黑暗料理 麻溜的给丈夫送去 大爷哭吃就糟了一口 小姐姐怕爱揍连连后退 可男人并没有感觉到异常 小姐姐见状赶紧溜走 抓紧一切时间织毛衣 因为大爷每隔五分钟就要吃一个 大爷的命令就是圣旨 小姐姐不敢违抗 摸上知识针坐着 小姐姐不敢反驳 默默地扫着玻璃茶子 可大爷还在破口大妈 认了六十年的她终于怒了 把玻璃茶子放进三明治 胆战心惊的 大气不敢地端给丈夫 大爷拿过三明治 咔嚓咔嚓就嚼了起来 妈妈咪呀 女人看得嘴直疼 可大爷虽然吃得满嘴流油 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 此刻小姐姐的心情好了点 愉快地指着毛衣 可下一秒 小姐姐快速地跑过去 此时的大爷已是一具白骨 原来男人已经死去多年 旁边堆满了弗拉的三明治 而女人还沉浸在 丈夫可怕的虐待中 无法自拔 这是获奖短片 给我一个三明治 看到这里 你觉得是大爷可怜 还是小姐姐可怜呢 豪车上坐个章鱼怪 身边的同事 也变成了大章鱼 曾经去过的餐厅中 一个章鱼怪 正在享受人肉 老外差点远出隔夜的饺子 随后看到街上有人跟怪物讲话 他赶紧伤前阻止 而章鱼怪物 拿出凤梨手机 给男人拍照 下一秒 懵圈的男人 就成了通缉犯 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停在他面前 下车的波波勒拿出82年的AK 瞄准了男人 发头狗头保护 并分享给几个倒霉蛋 男人拿起板砖 哭吃就是一下 完了这下成了杀人犯 他回家打开电视 娱乐节目也有章鱼哥 懵圈的男人更懵 接着换个台 没想到章鱼哥越来越多 他们穿着名牌西装 而身边人还是正常的人类 他觉得自己病了 找牙医看脑子 可看到大夫也是章鱼怪 吓得直接标出了外国话 白白了年内 他觉得整个世界太恐怖了 打电话给女友 可女友并不接 没办法他来到女友公司 竟发现同事也变成章鱼怪 为了保护女友 男人击毙了章鱼怪 人们吓得四处逃窜 躲在了桌子下面 因为找不到女友 男人挟持了老板 看着男友疯癫的状态 女友不再躲避 并且告诉男人 他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而男人根本不信 随后拿出一瓶药片 让女友也服用一颗 为了上司的安全 女人服下药丸 而让他惊恐的是 刚刚还是人类的上司 竟然也是章鱼怪 但此时的男友 已经被波波勒击毙 那么章鱼怪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吃了药片产生的幻觉呢 帅哥手臂突然穿出个加特林 男人吓得哑马带住了 不仅如此 还自动开启射击模式 喷出来的居然是去年的小米粥 更诡异的是 脑袋瓜子竟然闹离婚 他缓缓走到镜子前 我弟个亲娘啊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就在一边的泰迪 也不认识的主人 帅哥看着眼前犹如怪物的自己 也是张二和尚摸不着脚趾 就在这时听见母老虎的声音 吓得一个机灵 手臂变回了肌肉的状态 还好在美女进门的一瞬间 恢复了原本帅气的样子 因为会变身 所以叫老帅 这天他看见地上的烤乳鸽 本想加点辣椒面 可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随着他紧握了双手 鸽子逐渐恢复到满血模式 男人真的是又惊又喜 这不成了神医喜来乐 此时他的顺风耳听到有人求救 老帅赶到医院 经过CPU扫描 判断还有一口气 他不太确定的拿出双手 用刚才救鸽子的方法试了下 只用了9.99秒 昏迷20年的孩子竟然活了过来 那么这超能力搁哪来的呢 就在昨天晚上突然陨石坠落 同时被砸中的还有另一个少年 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人类变身机器人或是什么样 不仅仅是手臂外挂加特林 就连后背也长出了钢铁机甲 CPU高速旋转 急助外翻又多出两枚火箭炮 那么这玩意儿能干嘛使 同时发射出20枚炮弹 在男人的指挥下 炸了百货大楼 随着炮弹不断的降落 某国城市被炸得有皮无毛 这都不算啥 还能隔空打个飞机 延伸一瞟 精准定位汽车的发动机 右手再一回 一辆小汽车开了出来 直接撞了对面的别摸我 胳膊一笔花 橙色的吉普好像中邪了一样 咣当一下就亲上了 手头有点紧不要紧 对着屏幕一扒了 轻松一个亿的零花钱就有了 他取出money随手送给闺蜜 可是闺蜜却不要 这天小帅看见 别人家其乐融融 想到父亲有了新的老婆孩子 内心特别孤单的他 竟然杀了人 就在他承诺给相依为命的母亲带来幸福时 便一拨拨勒却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小帅见状撒腿就跑 可几个小卡拉米哪里是他的对手 变身机器铠甲 躲到了Mana家 而母亲却被记者围堵 最终受不了键盘侠的压力在家自杀 小帅伤心欲绝 他顺着网线 找到了泄露母亲地址的肥仔 背痛的小帅举起手 这仅仅是个开始 参与评论的建台侠都一一领了合法 很快啵啵啰就查到Nana这里 他们不管好人坏人还是老人 疯狂地射击 小帅紧紧护住女人 任无可忍地发起反击 躺枪的奶奶 以及身下的Nana 都没有了呼吸 失去两个女人的小帅彻底黑化 更多无辜的民众 阴生倒地 两个大妈还在看热闹 接着下一秒 现场乱成了一锅八宝粥 可杀戮还在疯狂地进行 他要杀光一万两千万岛国人 不仅隔着屏幕 就连接电话眼的嗝屁 人们吓得把九块九的手机都扔了 随后小帅变换出机械战甲 发射出的炮弹直射百花大楼 这时老帅出现 因为小帅已经是机器人 子弹根本没用 他愤怒地变换出机甲 老帅在空中疯狂地逃 小帅紧追不舍 发射出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 全都没打着 随后小帅使出加特林 老帅纵神一跃 飞上了万米高的外太坑 被小帅拆住脖子 眼看就要凉凉 谁知小帅射出来的竟然是凉白开 原来能量水被掉了包 小帅燃料不足 CPU无法正常运转 老帅趁机发出致命一炮 小帅被炸成了一朵蘑菇云 就在帅哥刚救完亲姑娘 突然一群被打肥 原来小帅并没有凉凉 他拎起女孩 扔下800米高楼 老帅救女心切 此时CPU高速旋转 战斗力爆表 搜了一下飞上小帅 就在两人追绝的那一刻 小帅的铁壁竟然都被怼得起巴烂 老帅直接穿过男人极其缩的身体 就在女孩掉下的那一刻 男人用身体护住了他 最后一家人过上幸福生活 一样的超能力 有人化作天使就死扶伤 有人化作恶魔肆意杀戮 如果是你有这样的超能力 会用来干嘛呢 感谢观众蛋蛋 下次见拜拜